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王一如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波多马克河上 你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坐在船艇上奋力滑脚 你知道吗,他们当中就有人可能会代表美国队参加今年的北京奥运会 接下来我们就和记者方正一起到波多马克河上去看看 赛艇运动古老而优雅,它直根于大学 美国不少知名大学都有一流的赛艇队 沙拉、玛格丽特和卢斯从前都是大学队员 毕业以后,他们从美国其他地方相继来到首都华盛顿地区 继续赛艇生涯 留经此地的波多马克河 多年来一直是美国船艇运动的中心之一 俱乐部大约有十位女选手先后入选过美国国家队 马特·麦迪根是他们的教练,他也是国家队的教练 马特·麦迪根看起来,你看起来有很大的奋力,很棒 马特·麦迪根是他们的教练,他也是国家队的教练 赛艇姑娘们除了训练,他们还要工作 自己挣钱支付训练和比赛的费用 马特业余时间才做赛艇教练,他的本职工作是福提斯万公司主管人力资源的经理 这是华盛顿地区的一家小型高科技企业,2005年才创办 主要的业务是为客户提供数字地图 对赛艇选手来说,福提斯万像是一块磁铁 公司目前有20多个雇员,其中6人先后代表美国国家队比赛 包括公司总裁肖恩和曼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肖恩通过筹集风险资本创办了福提斯万公司 也因此具备了回报赛艇运动的条件 赛艇选手需要花大量时间训练,肖恩的公司为他们提供非常灵活的工作安排 这些赛艇选手每天清晨5点半左右就要赶到波托马克俱乐部 6点开始正式训练 今天他们要参加体能测试 在划船机上持续冲刺20多分钟 赛艇运动员将划船机细称为痛苦机 他们必须协调好全身主要的肌肉区 毕竟自己爆发力和耐力的极限才能取得好成绩 虽然每天清晨两个多小时的训练几乎将体能消耗干净 但这只是他们每天的第一项任务 接下来还要应对一整天的工作 他们对未来都有各自不同的规划 眼下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是参加北京奥运会 记者方正在首都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了 今天节目的时间又到了 谢谢您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王一如 我们下星期再见 谢谢员